现在你的技术大概是你妈妈的多少成 原来说还才开始学了一点点皮毛吧 如果你妈妈一旦做不动了 或者哪天她不想做了 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对的对的 所以说我平时要经营这一块 然后要去学手艺 就两者之间就特别的难以平衡 就很多时候我也会受到 就是外面一些人的质疑 她觉得你一个90后 你不好熬学手艺 你成天在搞什么营销啊 经营这些事情 可是我一个人我很难 我要凭一己之力 我一方面要将我们的融化推广出去 然后我还要学手艺 我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真的特别的委屈 有时候我就感觉 我这一块 我就是帮我爸爸妈妈经营着这个场 支持这个融化事业 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很孤独 就感觉是我一个年轻人在奋斗 没有人来帮我 但是有的时候 你的满足感也是别人体验不到的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 每个人对于幸福 对于满足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你做这件事情 开端必定是难的 而且是孤独的 可是如果你将它做得越来越有起色 这个成就感也是别人体验不到的 就像我父母 有时候我妈就为了感知一副作品 她能三更半夜的就起来这样子做了 然后我们怎么去喊她 她的不留我 她就继续做 然后当她几天把这副作品做出来的时候 她就特别的有幸福感 你妈妈就是一直以来都在做融化 做了这么多年 你妈妈自己会带融化拍照吗 我妈妈有的 我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 她给我开了这样的老照片 结婚的时候就是都很穷嘛 没有钱买真正的那种鲜花 还有假花都买不起 然后我妈就自己做了一棵松树 自己做了一棵松树 对 就是松树融化 多大啊 可能这么大吧 然后那时候也没钱拍婚纳照 他们就在田梗上面 就是捧着那棵松树融化 就拍了一张照 松树融化 有什么寓意吗 长青是吗 对对对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是 三十岁很快 就两年了 你有没有就是害怕过 就是说到某个年龄了 你还一事无成 我曾经是 曾经是担心的 对 尤其是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 我会觉得 我没有再做 跟我专业对口的工作 好像就是一个落后的起步了 但其实 我的体验是 不是这样 有的时候 你想要成就一些什么事情之前 必须是要 吃些苦 然后包括 耐得住寂寞 我当时在 在挨那段时间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是个头 可是现在在去回想的时候 你就觉得每一天吃的苦都是值得的 我会找一些 比我做得更好的标杆的人物去激励我 就比方说 我很喜欢 我的一个偶像是一个国外的明星 她的存在 她的外形 还有各个方面都影响着我 从学生时期 就一直在影响我 所以每次我就觉得说 哪怕我没有在做艺人的时候 我都会想象她学习 因为我觉得 好像从模仿 就有一点慢慢在靠近她 黎明前的曙光都是黑暗的 今天我吃的苦 是为了再以后的天 因为我妈妈就是 因为我长到这么大 我是两年前才跟她学习的 就是很多事情 她都自己一个人看 她每天都很辛苦 基本上从七点多一点点 一直坐到晚上十点钟 就每天就是这样的循环 她希望她为女儿积累的更多 我现在就是想早点 把她的手艺可以学到 然后可以减轻一下她的负担 我想过个几年 或过个十几年 我的手艺更精湛之后 可以让扬州荣华 一直屹立着不倒